当劳建宝说我没有被保到 劳建宝真的很正经 我不敢相信 这是我们新的最优质的一个国务院大学 人家我有劳宝 国民民党的那个机会 一定会照顶去扣监 这次是完全一毛钱都没错 我会觉得怪怪的 享用劳建宝是员工基本权益 偏偏有人没被保到 傻傻被扣了三个月 劳宝局的人就会说 最近一份国务是什么 这份新的大学 那我说没有这份资料 我说不可能 清大没帮涉监保劳宝 顶尖学府怎么会出这种包 阿华不敢置信 要劳宝局再查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7月3号列营的 我是确定4月8号就去学校 因为我第一职人 我那边去劳宝局 去生死我的劳宝的劳宝资料 调出投保名系洋洋洒洒 阿华在哪里上过班清清楚楚 从瑞幸国小万能科大 又连私立补习班都有记载劳宝记录 唯独漏了清华大学 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太敢相信说 狗立大学会做这种事 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薪资是有扣劳宝费的 然后我有问劳宝局的人说 那他这样算我违反吗 他回答我是说 他这样是不对的 三个月被扣了4350元的劳宝费 不知道被保到哪里去 阿华加码爆料 到职时主管要他签一份志工申请书 要涉监们轮流晚上睡学校雇宿舍 下午5点打函 晚上11点是打下班函 没想到主管口中的夜间津贴 他做了三个月 半毛钱都没领到过 晚班的800多块的津贴 那我有问自身红人 要等有经费才会下来 是以前我是还没有领过 不是吧 身为一流学府的清大 又搞个志工申请书 莫非是在规避工作超时 清大坦诚 美保劳宝是行政书师 会弥补阿华国民年金 与劳宝费的差额 但这事后补偿 恐怕灭不了火 劳宝单位没有帮手 雇佣员工申报参加劳宝 当然就有劳宝条例第72条的罚则的适用 雇佣之日期到离职之日期 因负担的保险费金额处于四倍的罚还 至于让社间半夜睡学校 坐免前服务这事 阿华佛心来者不想计较 希望一个国内大学 不要出这么严重的拼合 清华有大楼 有大师 更有大爱 独发中心大爱在哪里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中心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